不是很推荐 或者说 嗯 说呢 翻车了吧 你喜欢喝咖啡吗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喝咖啡的呢 我自己开始喝咖啡的经历 大概是从工作开始以后 15年以后 我是进入了酒店行业工作 虽然说是在市场部门 但是经常会去接触到餐饮部门 因为我要去给他们拍照 然后酒店的大堂吧 西餐厅 早餐 然后包括下午茶 这些地方都可能会用到咖啡 那一般的酒店 都用的是胶囊机 或者全自动咖啡机 但是我第一家接触到的 是一家就是度假酒店 可能它是大堂吧 相对来说 它的时间控制上面 包括它的匹配的配置上面会高一些 它用的是一个双头的这种 就是半自动机器 就是有手柄的那种 你们会看到 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 就是它的参数都是要手调 这样一杯咖啡的出品时间 相对也会久一点 后来我自己想买咖啡机的时候 最开始考虑的呢 也是这样子手柄的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出品的品质 会更好一点 然后买过一台德龙的小机器 那后来呢 又去买了博士的胶囊机 那就觉得说会方便效率高一点 但是博士的胶囊机的胶囊会相对贵一些 它用的是那种扁的 奶泡胶囊和咖啡胶囊价格是一样的 一杯的出品价格大概就在15块钱的样子 那么我觉得就是性价比不是很高 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习惯或者生活习惯 导致就是还是会追求性价比 那我最后比较下来呢 我觉得说买一台全自动的咖啡机呢 是性价比比较高的选择 那我这台咖啡机呢 是德龙的一个2000系列的 然后它价格大概 我买了二手的价格不到3000元的样子 那他们前面用了一年左右 然后我回来做了全面的清洗 包括用专业的药水去做了清洗之后呢 我用到现在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我自己呢是家里有净水机 所以一直用软水 所以说它的机器的养护或者这个性能 会得到一定保障 这个机器呢相对来说是家用一些 那我自己用的豆子呢 我买过是比较贵的 就是像两三百块钱200克的那种 相对来说我觉得就比较贵的 一时平配的豆 那包括几十块钱的 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自己用下来 我之前可能用过伊利啊 像精密兰啊像明谦啊 然后今天呢我又买了一包精密兰的 然后现在改包装了 我记得我以前15年买的时候 它还是金色的包装上面 蓝色的图案的一个样子 那精密兰咖啡其实还蛮有趣的 它是很多酒店品牌的 咖啡的指定供应商 然后包括酒店品牌 它自己官方的系统里面的 咖啡教学视频 都是精品兰给他们录制的 那相对来说 它是在咖啡的工业上面 沉淀比较久了 或者比较专业的一家公司 那它当然不能和现在一些小众的 就是精品咖啡去对比 它是一个比较性价比比较大众的款 它比较多用在酒店的咖啡厅里面 那么今天拿到这个的话是新包装的 然后200克是意识浓缩的2号 这个售价比较低 好像不到50块钱200克 现在我们拆封然后放在咖啡机里试一下 刚才把咖啡豆加在咖啡机里面 然后我撕这个带口的时候 撕成了一个这样烂的形状 这样后面密封就不太方便 所以它开口应该设计成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这样我可以方便这样夹住它 现在我这个等会封口就是个问题 然后闻了一下它的香气 相对来说就是比较简单干净的味道 一个中度的烘焙 那我们现在做一杯试试看 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个意识浓缩 比较苦 然后有一点点那种煤灰的味道 比较淡 没有什么酸味 所以这样的咖啡其实比较适合 加牛奶来做拿铁或者这种奶咖类的咖啡 如果说你要做美式的话 我可以试一下加水是什么效果 现在是加了水以后的效果 也就是意识浓缩 加水就是美式的感觉 水稀释以后有轻微的酸 但是没什么风味 一点点咖啡的味道 然后没有什么香气 好吧 今天视频只能到这里了 说明这个豆做美式或者意识 直接喝稍微有点不那么合适 那我下期视频拿一个牛奶 过来做一个拿铁试一下 记得点赞关注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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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